在我去世满一年的时候,我决定在阴间做点小生意,考察了许久,我发现地府里头居然没有情侣店铺,发现商机的我立刻拿出全部积蓄盘了家店铺,只是地方有了,东西要从哪里搞? 思来想去,我把主意打到了我当年的冤种男朋友身上,用最后一点烧纸钱买通了梦观,晚上我便入了男朋友的梦,老公,老公,人家好想你,一年没见,陆渊似乎比以前成熟了不少。 他身上穿的还是当年我和他在一起时买的睡衣,似乎很久没修剪的发丝,柔顺地趴在头顶,身材比以前瘦了很多,只有那副郡帅的死人脸,不改当年。 他面无表情地看着我,眼里带着冷漠。 我心里一紧,狗男人该不会是忘了我吧? 就在我想做点什么,唤起他那点可怜记忆的时候,陆渊才终于开口恩了声,算是回答。 我松了口气,能记得我就是好事。 我前少,梦观只给了我五分钟的入梦时间,来不及叙旧联络感情。 我只能硬着头皮往陆渊身上贴。 老公,没有你的日子好寂寞,如果你能帮帮我就好了。 哦,怎么帮,特简单,就给我寄点什么DIY工具就行了。 时间有限,我一股脑把事先想好的进货清单一股脑全报了出来。 下秒。 我发现陆渊的耳根,肉眼可见的变红了。 他好像还想说什么,但我根本来不及听,梦观就终止了我的梦境。 回去之后,我这颗心七上八下的,其实对于陆渊是不是会给我烧东西这件事,我一点底都没有。 死了一年,这货连一张纸钱都没给我烧过,但除了它我也找不到别人。 我总不能让我年连的老父亲和老母亲给我烧这玩意儿吧。 在通货驿站交集等待了大概三四天的时间,就在我以为这次失败的时候,我终于收到了阳间寄给我的包裹。 看着上头龙飞凤舞地写了个冤字,我大喜。 拆开一桥,我在梦里头列的清单,一个不差全在里头。 苍天,陆渊这次终于做了回人事儿了。 陆渊给我寄的东西,在地府可当真算得上是蝎子拉屎,独一份。 毕竟谁会好意思让家里人给烧这个不是。 店铺开张,立刻引来了无数死鬼追捧。 很快,所有的商品抢购一空。 阴间的鬼,要想入人间的梦境不便宜。 但是我依旧秉持着舍不得孩子套不到狼的豪气,带着我最近的全部劳动所得。 熊啾啾走到梦境管理处,将冥币全部拍到了梦官脸上。 这次,来一个小时的陆渊睡眠时间少,我跟着梦官打了好几个小时的牌之后,才终于等到这人睡着了。 我看了眼墙上的表,凌晨三点。 你睡得也太晚了吧,陆渊好像还在公司,身上穿得衬衫微皱,苍白的脸颊微红,好像才应酬回来,人就窝在办公室的沙发上。 我走过去秀了秀,还喝酒了,对方先是愣愣地看了我几秒,确定了我是谁之后才慢慢收回视线,又是一生恩。 反正时间充裕,我索性弹腿坐下,你可得保重身体啊,年纪轻轻就熬夜酗酒的。 你知道我在那边等了多久,才终于等到你睡着的吗?害得我多输给了梦官一百名币。 陆渊冷笑,你还在乎我的死活呀,一年过去了也没见你过来看过我,我当然在乎。 这不是,这不是以前没机会,现在我不就来了吗?我脸上陪笑,心里琢磨,万一陆渊要是真死了,可就没人给我供货了。 我挠了挠头,打算切入正题,那个,上次你给我烧的东西我收到了,陆渊抬眸,等待着我后面的话。 我咽了咽口水,咱就是说,能,能再给我烧点吗?文言,陆渊笑了,笑得藏在最里面那颗小虎牙都露出来了。 陈念暗,你是不是在下面背着我有狗了?我头摇得跟个波浪鼓似的,绝对没有,我就是自己玩,你这么爱玩。 怎么活着的时候,没想到跟我试试呢?没想到跟我试试呢?跟我是试试呢?试试呢?一连串打马赛克的画面从脑海里钻出来,我面,红耳赤地逃离梦境。 回来的时候,梦关正撬着二郎腿玩俄罗斯放快。那款儿童游戏机还是去年他家儿子烧给他的。 成天带着,宝贝着呢?见我出来,他把游戏机装兜里,还剩二十分钟呢? 咋提前出来了?我又想到陆渊的话,拍了拍压根就没有直觉的脸,二十分钟先存着吧,等下回用,说完我也不等梦关回话,一溜烟跑了。 这次算是谈判失败了,我没能糊弄陆渊给我烧东西,死鬼客人们整天到我店里催货,整得我焦头烂额。 就在我想再找点什么渠道的时候,通货驿站那边联系我,说有我的阳间包裹。 箱子上面的渊闪着金光,心间微动,打开一看,里头满满当当的全是我要的东西,种类甚至比上次还丰富。 还有很多我连见都没见过的品种。 陆渊是什么财神爷?我迫不及待地把他们全都拿出来,打算摆上斩架,就瞧见最下面压了一张卡片,是陆渊用黑笔写完烧过来的。 字迹求竟有力,下次再跟我要东西,就把使用体验写成报告念给我听。 每件商品不低于八百字,用户体验报告,还不低于八百字。 我盘点了一下陆渊给我寄过来的商品个数,基本上是一篇长篇小说的体谅。 以前我咋不知道陆渊还有这批号? 坦白说,这些东西我一个都没用过,但任何情况都不能阻挡我想搞钱的决心。 我当即在店内发起了用户使用评价活动,凡是反馈超过八百字的,都会给一张本店的优惠券。 在我的机智营销之下,不出一周我不仅卖光了商品,还收获了词典那么厚的测评报告。 我昂首挺胸刚到梦境管理处,不等我说,梦官率先问道,又要入梦。 哼,梦官皱眉,没哪个死人天天花这么多冥币去活人梦里的,连桥不思来地下之后都没像你试得这么得瑟。 我嬉皮笑脸,我这不是照顾你生意吗?那我还真是谢谢你。 梦官把入梦的大门打开,原本我以为又要等很长时间,没想到这次却异常顺利。 进入虚幻之后,我看了眼时钟上的表,下午七点整。 你怎么睡这么早,在一瞧,陆院身上穿了件笔挺的白色衬衫,下面是一条休闲长裤,发型应该是精心打理过,还喷了喷雾定型。 右手的手腕,带着过去我送给她的手表。 表带已经磨得有些泛白,但丝毫不影响她身上的贵族气质。 谁睡觉会穿成这样,也太骚包了吧。 我狐疑,你该不会早就知道我今天回来,刻意等着我吧,结果换来的是陆渊一声冷笑。 得,算我自作多情了还不成。 陆渊坐在传椅上,就跟教父似的,修长的手有一搭没一搭敲着扶手,又找我要东西。 让你做的作业,做完了吗?还作业?真把自己当个人物了。 忍住翻白眼的冲动,我从包里掏出征集的用户体验。 双手奉上,您要求的用户体验感受,小的已经都写好了,请您审阅,陆渊接过去翻了翻,突然抬头, 这都是你自己用完了之后写的,文言我心中意紧。 来之前,内容我都看过一遍了,所有涉及到名字的我都删掉了,莫非还有漏网之余? 我一边硬着是,一边不放心地探头过去,也想要瞅瞅。 陆渊翻开其中的一页,你自己念念,我眨了眨眼,按照他指的地方念道, 用户体验极佳,全程都想和男神做羞羞的事。 真应了那句,牡丹花下死做鬼也风流,还算是情真意切,有理有结。 我不耻下问,请问有什么问题吗? 陆渊挑眉,谁是你男神? 卧曹,居然在这儿等着我呢? 您听我解释。 我不是这个意思,我的意思是说,这我没法解释。 最后只能硬着头皮回了句, 你,你是我男神,文言,陆渊的脸色肉眼可见得变好了。 连万年没有弧度的嘴角都轻轻扬了起来, 眉眼间透着几分满意。 算你表现不错,想要什么告诉我吧? 这还是我认识陆渊以来,头一遭发现这人居然这么帅。 我实在没忍住冲过去抱着陆渊,摸得亲了一口。 老公万岁,陆渊显然愣住了片刻, 像是不可思议地伸手触了触我的脸, 盯着我的瞳孔微微放大。 我知道他想问什么,开,口说了句, 这是梦呀,梦境是虚幻的, 却也是这阴阳两界中唯一真实的存在。 我说完,我发现陆渊的眼眶红了, 良久才收回放在我脸上的手。 钟声响起,又到了分别时间。 我说,陆渊,你多给我烧点东西吧, 陆渊没回我,但我知道他会的。 有了陆渊的帮助,我的生意如火如荼。 按照这个吸金速度,不出意外再干几个月, 我就能冲进东南片区富贵榜套一百。 可惜我没攒钱。 所有赚的钱,我都用来和陆渊见面了。 你这样没有节制可不行啊, 我挥金如土的模样, 终于连梦观都看不下去了。 提醒我,你已经死了, 人鬼殊途, 你老进去跟个大活人谈恋爱算怎么回事, 谁谁谁谈恋爱了, 我就是去进货的, 我昂着头不承认, 我这是为了生意能可持续发展, 纯属前期的战略投资。 哼,跟你说了你也不懂, 梦观没好气, 跟你说了也白说, 滚滚滚赶紧滚进去, 梦境之打开, 陆渊已经在等着我了。 我自然地跑过去, 揽住了陆渊的腰, 将脸埋在他胸口的位置, 甜腻腻地喊了声, 老公,陆渊咧了咧嘴角, 想伸手抱我, 但又没力气地收了回去。 我没意识到陆渊的异常, 有点兴奋, 这次我们有两个小时的见面时间, 开不开心? 嗯, 我靠在陆渊的身上, 牢牢叨叨, 你知道我前些天在地府看见谁了吗? 老张, 就咱们那个高中班长, 听说是癌症走的。 则, 你说年纪轻轻的, 去年才刚结婚吧, 我话音刚落, 就感觉陆渊身子僵了僵, 不打反问, 如果我现在死了, 是不是也能遇见你? 我反应了几秒, 才意识到陆渊在说什么。 你怎么会有这种思想? 陆渊, 你不能死, 你得好好给我活着, 为什么? 陆渊歪了歪头, 似是不解。 你当年就可以走得那么轻松, 为什么我不行? 那不是情况不一样吗? 我是救人死的, 也算是上了新闻的英雄好吗? 你这算什么? 再说了, 我爸妈还有我姐顾着, 我光跪一条, 没什么牵挂。 你爸妈就你这一个儿子, 将来年纪大了, 全指着你呢? 光跪一条, 陆渊看向我, 陈念安, 你豁出命救人的时候, 想过我吗? 有时候, 我根本就是在怀疑, 你究竟有没有爱过我, 陆渊眼底泛着水光, 深吸了几口气, 才平复住情绪。 不是这样的, 我摇头想解释, 但还没说出口, 梦境开始撕裂, 我被迫弹了出去, 怎么回事, 我跑到梦关那边, 不是说可以两个小时吗? 为什么时间还没到就结束了, 梦关也一脸奇怪, 不应该呀, 难道是系统出问题了, 我们又试了几次, 都没能成功。 什么烂系统, 我给了那么多名币, 就不能换台好机器吗? 这天我没能等到梦境之门打开, 只能回去, 然而隔天我居然还是没办法进入陆渊的梦境, 还没修好吗? 根本就没坏, 梦关皱眉, 检修之后压根就没问题, 那我为什么不行? 梦关猜测, 可能是他一直醒着, 不可能, 陆渊才不会让我等这么久, 他知道我会入梦, 每次都是随去随见的, 我说完, 立刻意识到了不对劲, 随去随见, 人类怎么会一直保持睡眠状态, 让我能随时看见? 显然, 梦关也意识到了不对, 我抓着梦关的胳膊, 梦关, 如果人突然昏迷了, 我是不是也会被挤出梦境, 昏迷就完全没有了意, 梦境大门也是关闭的, 梦关劝我, 别胡思乱想, 他又不缺心眼, 谁会让自己长期保持昏睡就等着见你呀? 肯定是这几天工作忙, 一会儿就能见到了, 可是我等了好久, 都没能见到陆渊, 而他答应给我烧来的货也断了, 陆渊到底怎么了? 我没有了经济来源, 又回到了最初刚来地府的状态, 如今, 我只有上次和陆渊联系剩余的那几十分钟可以使用, 为了能早点见到这人, 我就蹲在梦关旁边等着, 他在那边玩俄罗斯方块, 我就在这边问他, 你儿子多大呀, 梦关想了想, 我是在他七岁那年走的, 算起来今年应该也有十四岁了吧, 你都死了七年, 儿子还能给你烧游戏机, 还挺孝顺, 我儿子打小就跟我亲, 提到儿子, 梦关咧嘴傻乐, 这是我生前给他买过的最后一个玩具, 估计是跟我闹别扭, 其我死了之后一直没去见过他呢, 没有冥币, 就入不了梦, 我有点好奇, 你家里人没给你烧纸钱, 没有, 估计恨我吧, 梦关粗利的手指摩擦着游戏机的边缘, 四方的脸上愁云密布, 像是在回忆, 我属于开车猝死, 挺突然的就下班回家的路上, 留下老婆孩子, 孤儿寡母无依无靠的, 恨我应该的, 说着叹了口气, 不瞒你说, 我当鬼差, 就是想攒点钱, 能看看他们娘俩, 顺便也积攒因德, 看能不能照付到我老婆儿子, 鬼差算是地府公职, 工资开得不多, 但功德却是成倍的积攒, 还真是美之鬼有美之鬼的心事, 像梦关这种五大三粗的汉子, 心思居然还挺细腻, 说起儿子, 梦关的嘴就闲不住, 我儿子随我媳妇, 长得俊, 我狐疑地看了眼面前的国字脸, 显然不相信, 梦关就知道我的疑问, 从兜里掏出来了张照片, 给你看, 我凑过脸, 一看就呆住了, 照片上是个笑夜如花的女人, 抱着个小朋友, 孩子年纪不大, 大概就六七岁的样子, 笑起来嘴巴中间还缺了磕牙, 只是看上去为啥这么眼熟, 急促的刹车声, 大声的叫喊声在耳边回荡, 我护住孩子肉体和灵魂分离的痛感, 似乎再次侵袭, 如今身体的疼痛早就不见了, 但还是下意识地抽搐了一下, 梦关使劲拍了我一下, 寻思啥呢, 问你帅不帅呢, 我回神恩了一声, 把照片还回去, 帅, 梦关不满, 敷衍, 突然沉寂许久, 露冤梦境之门打开, 我眼睛一亮, 梦关, 我是不是可以进去了, 也不知道是不是被我感染的, 梦关好像也有点激动, 赶紧的吧, 还有四十分钟, 抓紧时间, 我冲进去, 露冤, 入目却是病奄奄的身影, 他没有睁眼, 一个人孤零零地躺在病床上, 四周全是消毒水的味道, 短短几日, 露冤瘦了一大圈, 没有刻意装扮过的脸色苍白, 整个人带着没有生机的虚弱, 我眼泪刷就下来了, 露冤抬手, 似乎用尽了全身力气, 才终于摸上了我的脸颊, 他声音微弱, 我凑近了才能听清, 他说, 答应你的东西, 没能给你烧过去, 耽误你用了吧, 都什么时候了, 还讲这些没边际的话, 我被他搞得悲伤情绪消散了大半, 你怎么搞成这样, 露冤摇头不回答, 只是盯着我瞧, 这次时间有限, 我根本和他说不了几句话, 我得走了, 我低头亲了亲露冤的唇, 安心养病, 照顾好自己, 别让我死了都放心不下, 确认了露冤平安, 我心情也舒坦了不少, 过了些时日, 露冤寄过来的包裹到了, 小店重新开站, 我的鬼声也紧跟着步入正轨, 然而这天就在我打算关门, 打算重复过去的生活习惯, 去见露冤的时候, 一抹熟悉的人却出现了, 来人竟是我那日跟露冤提过的高中班长, 老张, 老张到地府应该没几天, 但脸上丝毫没有刚去世的悲伤, 春光满面的, 站在他旁边跟他手腕着手的, 是个妙龄女鬼, 老张的老婆我认识, 之前跟我关系还不错, 显然旁边这位压根不是那位, 刚死多久, 居然才下来就又谈了一个, 老张瞧见我, 根本没避讳, 主动走过来打招呼, 这家店你开的? 我刚下来就有所耳闻, 要是温哥知道你在这边还不错, 怕是也能放心了, 不提陆渊还好, 一提陆渊我就想起来他老婆了, 忍不住嘲讽, 是啊, 嫂子要是知道你在下面这么逍遥, 怕是也能放心了吧, 结果就跟没听懂我的话, 老张还煞有其事地点了点头, 等我攒到钱了, 会托梦告诉他的, 这人能不能要点脸, 老张进来一边溜达, 一边逮不逮, 你跟陆渊一起认识十几年了吧, 你走了之后, 他也跟着废了整天人不像人, 鬼不像鬼的, 上个月我胃癌在医院治疗时候, 还遇见陆渊了, 原本我不想搭理这个渣男, 结果听到这句话, 我终于有了反应, 你说在医院遇见老张了, 他怎么会去医院, 吞噬安眠药过量, 贝拉去洗胃了, 我吸了口凉气, 老张深深看了我一眼, 等你赚到钱的时候, 也去梦关那边托个梦给他, 让他好好活着别惦记你了吧, 死了就死了, 活的人还是得好好活着不适, 说完, 老张跟着那女鬼就走了, 而我, 还站在原地反复想着老张的话, 有很多没注意到的东西, 到现在终于有了答案, 为什么最开始凌晨三点, 只能靠酒精勉强入眠的人, 现在可以做到让我什么时候去梦境管理处都能见到他, 为什么最初满脸狼狈, 穿着我给他买的睡衣不肯换的人, 现在每次跟我见面都西装笔挺的, 像是要跟谁相亲似的, 亏我还吐槽他臭美, 睡觉都不忘打扮, 原来是为了见我, 陆渊, 这个傻子, 我原本是打算找梦关跟陆渊见面的, 但老张的话阻止了我, 梦关说, 人鬼殊途, 老张说, 死了就是死了, 我这样一直缠着陆渊, 是不是对他而言只是延长了他难过的周期, 那天之后, 我便控制自己不再和陆渊见面了, 没了方向的我也不再努力, 整天待在棺材里躺尸, 期间梦关来找过我一次, 见我这模样皱了皱眉, 这么久没来, 还以为你投胎去了, 如今见你还死着我也就放心了, 然后看我浑身为你的样子, 忍不住多问了句, 咋的, 破产了, 语气里, 我总感觉听到了几分幸灾乐祸, 我在地府也没个朋友, 一下来就轰轰烈烈搞钱, 这梦关道还真称得上, 是我为数不多能说上话的, 我实在憋不住, 我好像不得不要分手了, 梦关面色一紧, 跟供应商闹掰了, 那你之前花那些钱, 不白瞎了吗, 这是还记得我开始说的话呢, 我哭笑不得, 是才说道, 他是我男朋友, 我一股脑把所有的事都跟他说了, 你说得对, 我就是想见他, 一直不能接受去世的人, 其实是我, 梦关, 你说是不是我错了, 反正你也不缺名币, 能见就见呗, 你就是这么一直见到他老, 又能如何, 但你不是说人鬼殊途, 都是虚幻, 那都是说给穷鬼听的, 梦关想了想, 我在地府当差这么多年, 我还真没见到你这样的, 大家都知道早晚要投胎, 像你这样死了还不安生, 要奋斗做生意的, 少, 说完南南, 我要是能赚这么多名币, 也想天天在梦里头见老婆儿子, 哪怕是假的也好啊, 你不怕影响他们的人生, 让他们越陷越深, 如果你是他们的精神支柱呢, 梦关的话, 把我从混沌里拽了出来, 对啊, 反正我能赚到名币, 我正规渠道见我男人怎么了, 但是, 陆渊会原意一直见我吗? 如果他还是一直继续吃安眠药怎么办? 就在我瞻前顾后下不了决心的时候, 我收到了陆渊内寄过来的包裹, 里面有一封烧过来的手写信, 至无期, 今天是你去世两周年忌日, 我还是没能等到你入梦, 你刚走的那段时间, 我恨过你, 恨你为什么那么决绝, 但我更恨的是我自己, 没能保护得了你, 第一次你进入梦里, 我以为只是虚幻, 你怎么会主动开口, 跟我要那些玩意儿, 但我还是在网上把你说的东西 一股脑都烧给了你, 没想到过了几日, 你便又来了, 我心中欣喜, 还算你这个小变态有点良心, 能寻了这么一条路和我见面, 突然间, 人生好像又有了期待, 但最近的你, 消失了, 我只求你, 求你偶尔回来看我一眼, 可以吗? 永远爱你, 陆渊, 末尾, 有一段后家的趣事, 今日给你订购这些东西的时候, 店铺的老板私信了我, 问我是不是同行, 要不要合作, 聊了许久, 还当真把成交额往下压低了两成, 我这辈子还真没想过, 有朝一日, 还能做起这档子生意, 看到这儿, 泪水都被憋了回去, 没忍住笑了出来, 陆渊上学的时候是学霸, 闭了夜之后是精英, 正气斐然, 若不是我, 还当真不会买这些玩意儿, 反复把信看了两遍, 才小心翼翼地折起来, 收好放进口袋, 呼了口气, 悬荡的心沉下来了, 隔天, 我就找了孟官, 孟官收了名币问我, 这是想通了, 多亏了你的点拨, 说着我从包里掏出了个新款工具递给他, 送你的, 看见那玩意儿, 孟官原本就黑青的脸, 更轻了, 我个大男人, 你给我这么个东西干啥, 恶不恶心, 拿走, 赶紧拿走, 干嘛呀, 是我们镇店之宝好不好, 我皱眉, 按开按钮, 手里的东西开始左右扭动, 趁其不备, 我把那玩意儿往塌, 肩膀上一戳, 他哀忧叫了一声, 我咧嘴, 筋膜枪, 怎么样, 是不是异曲童工之妙, 孟官扭了扭脖子, 你这可以啊, 那必须的, 我眨了眨眼, 好用再找我买, 给你打折, 孟官脸一黑, 挥了挥袖子, 滚滚滚, 赶紧滚去找你男人, 看见你就烦, 许久没见, 我站在陆渊几步之远的地方, 还有点胆怯, 我怕他质问我为什么这么久没来, 磨磨蹭蹭不敢向前, 还不过来, 陆渊伸开双臂, 就跟得到示令我像个小炮杖, 猛地扑进陆渊怀里, 对不起, 他亲吻我的头顶, 叹了口气, 还能来就好, 别人谈恋爱费钱, 我谈恋爱费明币, 我还得让陆渊大量给我供货, 以维持我高额的恋爱开销, 我花钱给你买东西, 你赚了钱也不分给我, 你这是零成本买卖啊, 陆渊终于反应过来不对劲, 眯着眼看我, 那我, 那我不是还给你见我的机会吗, 我跟个水蛇似的缠在他身上陪笑, 我还是觉得自己亏了, 买的东西不少, 一件没用上, 光往里头搭钱了, 那你打算怎么办, 我实在不知道我一个死人能干什么, 陆渊看着我, 以后报告不用交了, 直接带着我寄给你的工具来找我吧, 我愣住, 这是啥意思, 陆渊低头, 用近似蛊惑的声音低声说, 微声尽炼人间乐, 只有湘王一梦中, 最近我的心情不错, 梦观心情也不错, 我来找陆渊的时候, 居然看到这个老男人在整理发型, 你该不会是在地府找到第二春了吧, 屁话, 梦观瞪了我一眼, 我爱妻如命好吗, 呵呵, 不等我问, 梦观便凑过来神秘兮兮地跟我说, 我钱攒够了, 下周二准备去见儿子了, 死了这么多年, 梦观终于能见到自己儿子, 怪不得高兴, 为什么是下周二, 良辰即日, 找徐大师算的? 徐大师是我们地府里摆摊的算命先生, 生前也是个算命先生, 据说是黑天走路没注意, 吊河里淹死的, 我不信那一套, 只说了个恭喜, 就入梦找了陆渊, 只是心里一直惦记着, 梦观下周要去见儿子, 我有点心不在焉, 想什么, 陆渊见我神情有些不对, 开口询问, 你还记得我救的孩子吗? 提到这个, 陆渊脸沉了沉, 但还是恩了生, 记得, 他好像是我死鬼朋友的儿子, 我是被车撞死的, 为了救一个孩子, 那天我原本约了陆渊看电影, 在公司门口等他接我的时候, 看见了一个十几岁的孩子, 站在路口等红绿灯, 突然有一辆车偏转方向, 朝着他急驰而来, 孩子盯着车, 整个人愣住, 而我当时想也没想, 扑过去就把孩子挡在了身下, 英勇救人, 一不小心自己隔屁了, 老公, 撞人的肇事司机找到了吗? 见陆渊点头, 我抿了敏唇开口, 我朋友给我看了他妻子的照片, 坐在副驾驶位置的那个人, 好像就是他爱人, 什么, 原本我也不能确定, 但是那天梦官给我看的照片, 才隐隐让我有了些印象, 现在细想更是疑点重重, 为什么那辆车会突然偏离行驶轨道, 朝着男孩开去? 又为什么那个男孩没有跑, 死死地盯着车内桥? 老公, 可以帮我个忙吗? 我看向陆渊, 帮我去了解一下这个男孩的情况, 还有, 他妈妈的情况, 话落下, 陆渊笑了, 陈小姐, 你不觉得我提供的人间服务太多了吗? 管你就算了, 还得管你的死鬼朋友, 顿了顿, 最重要的事, 你的那位朋友是害你去世的家人, 他们一家内部发生了什么会事, 我压根就不想知道, 帮帮忙吗? 梦官是个好鬼, 努力攒了这么多年的冥币, 我不希望他就换得这么个结果。 如果这些事是真的, 那梦官不如不入梦。 见着人还是面色不渝, 我贴上去, 好老公, 求求你了。 你不是给我寄了新品, 要不我们今天试试, 赤重金外加献上自己之后, 我终于从梦境里头出来了。 看着坐在那边翘着二郎腿, 哼着小曲打游戏的大方脸, 气不打一处来。 我为你真是付出了太多, 梦官莫名其妙, 咋的, 又跟你们家供应商闹矛盾了, 令人脸颊发烫的画面再次涌现。 我咬了咬牙, 懒得理你, 狗男人, 梦官。 几天之后, 我收到了陆渊烧过来的后续。 坐在副驾的, 确实是男孩的母亲, 刘慧。 而赵氏司机是这个女人的现任丈夫, 张义。 张义这个人是个彻底的烂人, 吃喝嫖赌样样精通, 时不时还会对刘慧拳打脚踢。 梦官的儿子也是个十几岁的小少年, 见母亲挨打, 也经常会帮忙反抗, 换来的是变本加厉。 最后, 张义居然起了杀心, 他给梦官的儿子买了巨额保险, 想要杀掉他骗保。 最初刘慧是不同意的, 但是后来架不住张义的哄骗, 称只要有了这笔钱, 他们就可以去另一个城市重新开始生活。 还扬言自己一定会改过自新。 于是, 刘慧答应了, 事情进展得还算顺利, 他们把小孩骗去了郊外, 但唯一的变故就是我的出现。 两人的口供交代得非常详实, 连我这个局外人看了之后都浑身颤抖。 虎毒还不识子, 这个刘慧也是个心狠的人。 不过还好两个人都绳之以法, 就是可怜了孩子, 如今被暂时寄养在了收容中心。 我不敢想象, 一直疼爱自己妻儿的梦观, 如果知道在自己死后, 居然发生了这种事该多难过。 我的第一个想法, 就是想阻止他进入儿子的梦境。 梦观, 我跑到梦境管理处, 结果四处都没有梦观的身影。 他看儿子去了帮忙顶班的鬼差扇着扇子, 见我过来找人跟我说, 还把游戏机带过去了, 要跟儿子来一场俄罗斯方块大战。 这哪儿是俄罗斯方块大战啊? 这简直就是俄乌大战。 我就在外面等着, 大概过了一个小时, 入梦口打开了。 梦观, 我走过去, 你, 你还好吧? 梦观表情倒是挺冷静, 四方的脸更方了。 看着我勉强地抽了抽嘴角, 念安, 谢谢你啊, 心一沉。 他还是知道了。 你说梦观知道这件事之后怎么没啥反应呢? 梦境里, 我脱塞坐在路渊对面, 面露不解。 你想要什么反应? 痛哭? 怒骂? 啥都行, 反正不应该是现在这样, 每天还是按部就班地当差, 就跟自己什么都不知道一样。 路渊不走心地说了句, 大概是觉得, 自己已经死了, 不太好管那么多人间事吧, 这话我就不爱听了。 你是不是想说你们活人的事? 我们死人少管, 路渊皱眉, 胡言乱语, 我凑过去有点好奇, 路渊, 你爸妈就没说让你再找一个对象, 大概是我思维跳跃太快, 路渊停了几秒才贴我了一眼, 再找一个。 我可没这么多钱给他烧东西, 点我呢? 这又是再点我呢? 我正想发火, 结果路渊开始咳嗽。 我皱眉, 你怎么了? 没事, 有点感冒, 不是很久了吗? 是吧? 不记得了。 我发现, 路渊的体质肉眼可见地变差了。 以前一口气跑, 一千五百米不费劲的人, 现在开始动不动就感冒了。 那天我还在路渊房间里发现了药瓶子, 我问他是什么, 他骗我维生素。 然而过了几天我在入梦, 却发现瓶子已经没有了。 人与鬼之间最大的障碍就是, 当他刻意隐瞒, 我便完全无从知晓。 我原本想问问路渊的身体, 和我频繁入梦, 到底有没有关联, 结果还没知道结果, 我的店就出事了。 地府商贩整治, 店铺以商风败俗为名义被查封了。 这简直是晴天霹雳。 我就等着靠这个店营业额创收见男人, 这下可好, 连窝都给我端了。 这下怎么办? 我心急如焚, 也只能来找梦官想办法, 查封得太突然了。 我约好了要跟路渊见面, 要是不打招呼就失约, 这不无疑是让路渊再接受我死一次吗? 让你们平时见面截止点, 多留点名币作为存款, 你就是不听, 梦官摇头。 我下个月开了工钱之后, 存款支撑得了五分钟梦境, 到时候你先拿去用吧。 当真, 我感激不尽, 又从仓库里拿出了几个工具, 这些都送给你。 梦官脸一黑, 自己留着用吧。 谢谢, 原本我只要等到梦官发了工资, 就能跟路渊见面。 至少打个招呼, 也算让他知道我这次没有主动放弃。 但是过了几日, 梦官给我来了消息, 我恐怕不能帮你了, 为什么? 梦官咬了咬牙, 张义, 保外就医被放出来了, 现在扬言要杀掉我儿子, 张义被保外就医的消息, 我不知道梦官是怎么知道的。 我提醒梦官, 你已经死了, 你还能做得了什么? 难不成真想靠那五分钟, 干预人间的事物, 你也死了? 你为什么还是执意要和爱人见面? 我明白梦官话里的意思。 梦官打算入梦了, 你去见你儿子吗? 梦官没回答我, 反而说道, 念安, 你知道当鬼叉是可以积阴德的吧? 我点头。 昨日, 我去阴德管理中心, 查看了自己的百年德行, 全都提出来做了交易, 在地府之内, 阴德便是美之鬼的修行, 够了一定的标准, 才有资格投胎转世。 而功德多寡, 则决定了下辈子的出身地位。 有利益的地方就有买卖, 地府内有不少专做阴德交易。 卖的阴德越多, 换取的愿望分量也就越重。 这些做阴德生意的鬼都有着千年道行, 本领是有的, 然而因为欲望卖掉阴德的鬼, 却轻则投生触道, 重则不得超生。 让这个梦官, 居然一口气卖了百年阴德, 这是疯了。 你到底要干什么? 就为了那个张义, 不值得的。 你要真有什么想法, 我们可以一起想办法。 还有陆渊, 他还活着, 我能让他照顾你儿子。 梦官摇头笑了笑, 从兜里掏出了个游戏基地给我, 帮我拿着, 然后走入了梦境大门, 亲自关闭了梦境通道。 我焦急地等在外面, 想等他出来, 再劝劝这鬼。 然而约定的五分钟过去了, 他没出来。 一个小时过去了, 他还是没出来。 这个人的冥币, 怎么会支撑这么长时间的梦境? 我意识到了不对劲, 跑过去疯狂喊人, 然而无人回应。 很快, 一群穿着制服的鬼叉来了。 他们打开了梦境大门, 为首的鬼叉掏出了一个布袋, 就跟法海收妖似的朝里面一笔画, 立刻就有什么东西被吸了进去。 我只能看见袋子里红光闪烁, 动静颇大。 这, 这是怎么了? 我逮住了一个鬼差, 小声打叹。 那鬼插面无表情, 前任梦观王勇, 坚守自盗, 如今变成了厉鬼, 在梦里缠杀了普通人, 现捉拿审判, 厉鬼缠杀了普通人, 捏着游戏机的手疯狂颤抖。 我怎么都没想到, 梦观此番入梦, 入的竟然是张义的梦, 目的居然是要杀了他, 这可是灰飞烟灭的罪名啊。 鬼叉已经都走干净了, 入梦管理处空无异鬼。 我站在那个地方, 久久不能回神。 梦观卖了自己的百年因德, 显然根本就早就预料到了结局。 只是他为什么没有用这百年因德 换惩戒张义? 那他到底换了什么愿望? 我正想得出神, 突然有人从后面叫我, 你就是陈念安吧。 我回头, 一个穿着黑色长袍的男人 站在我后面, 瘦得只剩宽大的衣服, 帽子遮住了脑袋, 根本看不出他的容貌。 我是, 有人用因德帮你许了愿望, 跟我过来吧, 天空是一望无际的蓝。 大片大片的云点缀在上面, 太阳晒在脸上, 让人睁不开眼。 浑身像散了架一样, 腰酸背痛的真实感, 让我险些热泪盈眶。 我忍不住感慨, 那个做因德交易的死鬼, 手劲儿这也太大了吧。 凭着当人时候的记忆, 走到了陆渊家, 开门的却是个陌生人。 他告诉我, 半年前, 屋主就把房子卖了, 卖了, 嗯, 卖得挺着急的, 好像是急用钱, 急用钱。 陆渊很缺钱吗? 可是他在梦里, 完全没和我提过这件事。 恍惚地走出来, 我才发现自己没有去处。 我如今没有手机, 也没有陆渊的联系方式, 甚至他把住处都换了。 在人间找个人, 可比阴间难多了。 姐姐, 突然, 有人从后面喊我。 我扭头, 一个十几岁的小少年 站在我身后。 小少年个头跟我差不多高, 看上去甚是眼熟。 我眯着眼看了很久, 才吸了口气, 你是那小孩, 梦官的儿子。 我居然在这里 遇到了梦官的儿子。 他没有我这么惊讶, 眨了眨眼, 你是要找陆渊哥哥吗? 你认识他, 小少年点头, 我现在跟他住在一起, 他让我来接你, 我瞪圆了眼, 不懂这是怎么回事。 我带着疑惑 跟着他往前走, 跟着他七拐八拐 进了个小胡同, 最后在一栋充满 年代感的桶子楼停下。 你们住在这儿, 对方点头往上走, 一直到了顶楼 才掏出钥匙。 刚想开门, 破门就从里面 被人先行打开了。 然后, 我就看到了一抹 英挺却略显消瘦的身影, 他的脸上 带着熟悉的笑意, 眼泪就这么砸下来了, 小孩很有眼力地 钻进了房间, 只剩下了我跟陆渊。 我们谁都没有说话, 陆渊牵住我的手, 绕过空荡荡的客厅, 带我走进了主卧。 这里是我在梦境中 看过的房间。 里面的装潢 和外面简陋的毛坯 完全不搭, 和当初我们房子的主卧 可以说一模一样。 怪不得我一直没发现异样。 什么时候卖的房子, 陆渊咳了几声, 顺了顺气才开口, 半年前。 是为了给我烧东西, 陆渊只是看着我, 没说话。 但我知道自己说对了。 我光顾着在下面攒钱了, 完全没考虑到 大批量的商品, 成本都需要陆渊一个人承担。 我不知道要说什么, 死死搂住陆渊的腰。 这个动作是我曾经在梦境中 做过无数次的。 可唯独这次, 我感受到了温度, 人类的温度。 陆渊用同样的力度回报住我。 就像之前在梦里一样, 他低头亲吻我的额头, 缓缓说出了四个字, 欢迎回家, 梦关用百年阴德, 换了我重返人间的机会。 不过这些都是我们阴间的事, 陆渊是怎么知道的? 还有梦关的孩子, 为什么会和他在一起? 激动过后, 我终于忍不住盘问。 梦关入了我的梦, 你说什么, 梦关入了我的梦, 五分钟的时间, 请托我照顾他的孩子。 还有, 你, 所以他最后的五分钟, 其实是给了你。 我以为梦关是用那五分钟, 去了张艺的梦境, 没想到他还是借给我了我, 只不过是代替我, 见了陆渊。 我想着梦关那张四四方方的脸, 眼眶有些湿润。 原本我还想, 什么叫坚守自导, 原来那张艺的梦, 他压根就是硬闯进去的。 厉鬼, 他呀, 只是个傻鬼罢了。 后来, 梦关的儿子问我, 有没有在下面看见过他的父亲。 我没告诉他梦关已经灰飞烟灭了, 我只说, 他在下面变成了英雄, 会永远庇佑着子孙后代。 这个是你父亲让我给你的, 我把那个梦关一直玩的游戏机递给孩子, 以后别烧了, 下面没人能收到了。 番外, 陆渊的身子在我去世的那两年被拖垮了。 我还阳之后照顾了一年, 才慢慢把他重新养胖了些。 不过期间我也发现, 陆渊好像并没我想象的那么潦倒。 你说你打算买什么? 婚房, 你疯了吗? 我皱眉, 我们哪有钱买婚房? 陆渊身体原因, 已经许久没工作了。 梦关的儿子也要继续上学, 将来甚至我们还要有自己的宝宝。 现在买房, 他怕是要卖甚了。 一年前, 我卖房子的时候拿出了一部分资产, 顺便做了个投资。 什么投资? 你还记得我之前给你的信里说, 我一直在某家网店订购商品烧给你, 加了对方老板的联系方式吗? 我点头。 后来他们家经营困难, 我顺便入了个股, 接盘了那家企业。 当时想着你需求量大, 我能拿货便宜, 我张嘴, 愣是说不出话来。 后来呢? 后来我按照你给我的用户调研反馈, 进行了商品改良和调整, 顺便修改了营销模式, 现在那家企业起死回生, 盈利了, 我憋了半天说了句, 那可真是太好了。 所以为了咱们家以后能继续创收, 你的工作不能停, 突然有种不好的预感。 什么工作? 他把唇附在我的耳边, 测评工作呀。 老婆大人, 我想到了比此点还厚的测评报告, 现在重新死回去, 请问还来得及吗? 隔筋起身后。 按照。 按照。 按照, 按照, 按照,